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忍不住流眼泪 给我打击比较大的是在2014年和2015年 在这两年当中我连续失去了两位亲人 第一个就是2014年我姥姥去世 也就是我的外婆 因为我外婆是从小和我一起长大的 所以感情特别好 2015年紧接着我爸爸去世了 我爸爸是因为他在我来之前 他都做过心脏手术 所以他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 每次给我打电话 问我最多的是 胡言啊 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我在走之前还能见到你和孩子吗 我就是跟他讲 我说很快了 很快了 我就说 再撑着我很快就回去了 可是时间就是这样 他第一天过完 六十岁有岁生日 第二天就错了 这个 我听到这音声 对我的打击特别大 我也特别遗憾和泪秀 在他生之前 我都没有能回去看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都非常自责和累疚 然而幸好 在这段悲伤的时间里 我身边的朋友呢 也不断地向我穿飞 我后来断断续续的呢 就开始去消责聚会和教会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 信心真的很小 狗中真的不知道说是 耶稣是我们救主 感谢神啊等等之类的 恩典的话 我总是老子弟很想去想 用理性的思维去理解他 理解圣经中 他所说的话 耶稣是复活了吗 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解释 这些事情 到底怎么应该去接受 心中总觉得有很多的 有一个卡自己迈不过去 事情的转集 应该是大概是在去年的秋天吧 我感觉到 自己好像有一股力量 要主动去 周末要去小组聚会和教会去 然后我也很渴望听到 弟兄姊妹们 他们到分享见证 有牧师的讲道 就在几个月前呢 我也亲身经历到了神的爱 事情是这样的 那一天下班之后呢 我和往常一样 开着我那样比较旧的车 去接孩子 接完孩子之后呢 就在我等横绿灯的时候呢 车子突然熄火了 我是无论怎样打都打不着 连转向灯都不会亮了 绿灯已经亮了 我后面的车在等着呢 我这着急 我赶紧下车 就告诉后面的人 我说我的车坏了 然后那个怎么办 等不了了 然后后面的人就赶紧下车 他一看我车里还坐着一个小孩子呢 热得满头大汗的 然后他就说 你先不要着急 我在后面去叫人帮你把车推走 后来就叫了好几个男士 经过一番努力把我的车 推到那个旁边的加油站 到加油站 我就赶紧把孩子抱下来 然后在一边等着 然后我就 我就想 哎 再怎么办呢 我的天哪 我在心里想 哎呀神啊 怎么办呢 我这现在是 没有拖车服务 也不知道附近的 拖车的公司的电话 我就在那等啊 那时候真是 一筹莫展 就这样过了几分钟之后呢 我看见那 刚才帮我推车 那位先生呢 把车开到加油站 我当时想 哦 他应该是在加油的吧 后来他停好车之后呢 走到我跟前 他就跟我讲 他说 你有AA的会员卡吗 我说我没有 他说我有 我帮你叫两拖车吧 哦 我听了之后 就特别感激 我说 哦 好啊 谢谢你 谢谢 然后他转过头 下了对我说 你不要谢我 你要感谢神 哦 我听了之后呢 我就愣了一下 我跟他说 哦 是 是 然后他进阶着 他就一顿忙活帮 给那个 拖车公司打电话呀 或怎样 然后 那完了之后呢 他就说 要在这里等到 拖车公司来 在这期间呢 他就跟我谈了很多 他是说 他和他的家人 在哪个教会服事 然后他服事了多少年 然后他 就是神是怎样 医治他身上的病痛 还有 还有神是怎样 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 给他们的丰富的恩典 他说 我听了之后 他当时是用英文跟我讲了 平时我这个人 英文是很烂的 不知道那一天 就是老子很清醒 对 老子很清醒 基本上听懂了 然后 我当时听了之后 真的 就感觉到非常非常感动 真的非常感动 因为等车这个过程中 基本上我是一直在听他 在讲 然后他还不 还自己在问我 他说你相信有什么 我说相信 他说你有周末去教会吗 他说你的教会在哪里 我就 就直接告诉他在哪 他说他知道 我们这个中国教会在这里 他说很好 然后完了之后呢 拖车公司也来了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说 先生你 您就可以回去了 我这等我先生来接 我就好了 就好了 他说 不行 他说 他说我必须要等到你先生 来接你和孩子 他说 如果今天这段事情 发生在我的妻子和孩子身上 别人看到了 别人也会像我这样做 我也听到这句话之后 我真的觉得特别感动 我当时就想 耶稣基督的样子 可能就在他的身上 我真的看到了 我真的看到了 最后我在 感谢神 我是在 感谢神在我迷失人生方向的时候 挽救了我 我知道 仅靠我自己是无法做到的 神用他的大爱告诉我 他不会遗忘任何一个人 感谢神给我信心 让我充满盼望 让我知道在喜悦的时候 要懂得感恩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要懂得祷告 即使困难不能解决 我相信那一定是 神另有他的计划和安排 今天我要献上满满的感恩 感谢神 让我通过一些困难的经历 打碎我自己 谦卑地来到他面前 让我能在小组聚会和教会 这么好的兄弟姐妹当中 我们彼此分享 在主里成为一家人 我再也不会感到孤独 因为我有一家子人 在新生命灵粮堂 在神的带领和保守下 在兄弟姐妹的帮助支持下 我要茁壮成长 在神为我预备的道路上 获得平安和喜乐 并将这种平安和喜乐 带给更多的人 感谢赞美主 耶稣基督 因你的看顾保守 带领我在今天接受洗礼 在众人面前表示 归属你荣耀的名下 感谢神 大家好 我今天我会站在这里 做见证耶稣主的安排和恩典 我做了快二十年的慕道友 也曾经先后换过不同的教会和小组 可能是以前比较顺吧 所以也很自信 坚信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2000年年底 我弟弟在加拿大出了一场很大的车祸 那时刚巧我父母也在加拿大探亲 那那天晚上已经蛮晚了啦 突然接到我妈妈的电话 说我弟弟出了车祸 现在正在医院 情况还不太清楚 那希望我打个电话给医生 询问一下到底状态是如何 那由于当时我妈妈的声音太镇定了 我知道一定是大事不好了 电话里医生告诉我 我弟弟的腿多出粉碎性骨折 刚做完手术 腿里打了不少的钉子 而且这钉子会伴随它一辈子 第二天还要做脾胀栽除的手术 现在还在加护病房 第二天我马上去公司请假 公司里的教会姊妹们 知道了这些事 大家都为我弟弟祷告 我也许愿 如果我弟弟恢复了我会幸福 回到Mantra 看到我弟弟脸色灰白地躺在医院 加护病房 医生告诉我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呢是我弟弟的脾胀 得以保全 因为他的止血功能还不错 坏消息呢是他腿上的手术 第一次做得不成功 所以他还需要重做一次 而且医生也告诉我 我弟弟的两条腿就算做完手术恢复了 以后两条腿也肯定不能一样的吵 那是不是需要下半辈子都要借助管杖走路呢 他们也不确定很有这个可能 同时呢也收到警察局寄给我弟弟的阿丹 说是因为我弟弟闯了红灯过马路造成了车祸 那我就赶去警察局拿了那个face report 我觉得不合理 所以呢我就聚于力争 警察的态度呢也很差 跟我说如果你不满意的话 你可以请律师告我们 那我每天呢就奔波在医院和律师之间 神迹出现嘛 不带官司打赢了嘛 而且我弟弟的腿恢复得非常好 也能正常的行走呢 全家呢都非常开心 也把功劳费于我 我自己也很得意 因为我觉得我不出那么多得到这样的结果 我也真的是问心无愧 所以呢我全然忘了我的承诺 几年前呢我自己的家庭出现了不少的问题 那段时间呢我也很绝望 我也试过各种方法 但是我没法解决 所以呢我教会也不去了 小组呢也不去了 几乎呢就把自己孤立起来了 直到偶尔的机会来到了启明和倪悦的 倪悦家的开放的小组 在那呢我才真正愿意敞开我的心 我开始学着祷告 刚开始祷告呢 刚开始祷告把最重要的一句话都忘了 就是以上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但是就这样的祷告还是灵念了 我开始体会到神 我的心开始平静了 我也开始为我先生祷告 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他的改变 所以我今天会接受洗礼 谢谢启明和倪悦 还有黄牧师 让我找到我的归宿 让我学着谦卑 感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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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可能说的有点语不伦次 还有我这个语言讲内容 所以请大家 如果听着重点没听出来 我可以再组织一点 大概就是当时我的见证 也跟那个丹尼和胡彦 我都是大陆收校 然后就是这种维武主义教 就是说你就是都是靠自己的本事 或者说你就认为自己能够战胜一切 所以这种一直围绕着我 这个刚开始来美国的时候的想法 也是上学 然后也很顺利 就是说好像什么都没问题 但是后来 就是说对教会的感受也很少 当时只是觉得 我和齐敏就去 每年去他们大学里组织的 贴合会就是周围的教育 他给学校学生 让你随便去拿家具 你不要抢 只要给你学快 一个操场的全是家具和日用 你觉得奶乐上贴一条就是 然后之后我就记得 我们有一个很沉的贵 最后我们实在不行 搬不动了 搬了几次家 搬了五年 最后搬不动完了 我们就又给了这房租 还是一个五董贵 现在想想还是挺可惜的 就是说但是开始是觉得 都是靠近 后来呢 就是02年的时候 就发生了很多 这个不太好的事情 发生在一块 先至于我就是失业了 因为那时候就是 就是dot.com 就是很多做IT的 都失业 因为关门 后来 然后我也 我当时也没太觉得 有什么问题 然后就在同时 这个发生在 就是可能一两个星期之内 然后其米找到一个工作 要在加州 然后我们就说 去压着Sale 去卖一些东西 然后呢 就因为这个过程 三号我们就被 就因为支票问题 然后就被 我就被警察给逼复了 就因为压着Sale 这个可能听了挺不照片 就是说最后就是还被起诉 还被送到监狱待了一个晚上 不是待了几个小时 然后就回家 然后就说 你现在有一个 那个 这个叫 方语等 就是重罪的起诉 然后你等着去 过一个月可能上网 然后我就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 我说我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觉得这个 都是一些凑巧的事情 加在一块 就发生了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 就搬到加州 我然后搬到加州 发现我找工作 我原来做 我原来做Programmer 我已经做了 那时候 02年 我已经做了至少有 我从94年就开始做 所以有七八年 我都在做 而且我觉得 我应该挺容易找 但是那时候就是 怎么找也找不着 因为当然也没有 也是需要身份 需要办了 然后就找不着工作 然后呢 这时候我也发现 我原来已经 就是申请绿卡 我那时候靠我工作申请的绿卡 已经申请了三年就作废了 因为我找不着工作 我前面申请都 就不能再继续了 然后呢 这时候我这个迪谱记录还有 就是说在LBI能查 你只能用的查 你只能用的查 然后我当时就是说 就觉得生活突然就没有希望 因为找工作也知道 然后我态度又这么优秀 然后我家又有这个 还有就是说 我没有小孩一岁 需要我去尽最大的努力去干活 或者贴补家务 不管是去打黑工也好 或者去饭饱 什么都可以 当时就是 反正就觉得睡着了 因为我们当时 因为用 后来用齐敏的名义 我太太的名义 又去申请绿卡 用她那个 她的工作 然后呢 就LBI 就是移民局 他说 你得去查指纹 然后我就 那时候就开始 有点deprised 或者说 很担心 又我知道 他一查这指纹 我肯定这个 逼谱记录也会出来 然后我还要怎么解释这个 我这种重罪 虽然最后这个 这个审判 就是那法官 最后就是说 他就是叫延迟审判 他就是说 如果你十八个月之内 没有犯这个罪 他就先不起诉 大概是这样的 但是我的低附记录也有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很压抑 天天反正想睡觉都觉得困难 后来就这样 就这么毫无热 然后呢 就是说 这时候 我觉得也是神的安排 就是说 我这时候就在eBay上卖东西 我为什么卖东西呢 也是在eBay上卖东西 为什么呢 也是因为我们家生小孩 就是我们家老大 Eric生 我突然发现 钱不够了 就是说我虽然上班 但是一个月只剩一两千块钱 也不够怎么花 所以就去eBay上卖东西 然后那时候就说 继续在eBay上 就因为那时候失业了 所以就继续在eBay上卖东西 然后我 这时候我就觉得是有神的安排 就是 神可能安排了一个老师 就我们就只是在这个论坛上 就像雅虎这种投资论坛上认识 就互相问一些问题 我请教他一些问题 然后他就 他是一个退休的一个中学教师 是一个母人 然后我们就 他就教我大概怎么做这个 就是说 这个股票交易 大概他原来总结出他过去三四十年的 他怎么做呢 他就毫无保证地叫给我 说你怎么做 到什么时候你应该怎么买 或者说 然后我就一直跟他学 然后开始也没注意 就这么一直干 就一边卖东 一边干这个 所以过了一两天 就是说 就发现 突然发现 我就 不用再去想 因为那时候还在想找工作 也 四处寄简历 突然就发现 也不用去找工作 因为 就是我自己 你编一编程序 就做他的股票交易 就能 跟我的 比我平时上班的 还 更 收入更好 或者 而且呢 最好的是 你可以 控制你自己的 就是说 就是说 你不用说 你不用说 把自己的工作 还有自己的幸福 都被这个 你雇佣你的公司所掌握 你 就是说 自己就可以到老晚 你也不知道自己能 做一个生命 做一个生命 所以就说 突然就 从这个 这种 很黑暗的这种 这种状态走出来 这个之后呢 我就觉得 这个 我的经历 我觉得 能从这个 很 这么低谷走出来 我觉得 就是 一个 不是 这个 我自己努力的 我觉得很 绝对可能 是一个 神在给我一个帮助 所以我就 那时候就开始 去教会 然后 去 开始 就是 跟着一些主日学 跟着 王成光 牧师 还有 他太太 王成光师母 一块上主日学 然后 后来就 觉知 受 大概是这样 然后 牧师说 可能应该再讲 点最近这些病 因为我是 牧师可能让我 今天讲 可能是因为我 受洗 十年 所以 十年开始 变化 就是 这十年开始 就是 比较 比较 放松 就是说到教会 就跟 只是为了 精神有一定的需求 就是说 你吃饱喝毒了 你就想着去精神上 有一点点 就是说 寄托 或者你就想 你除了吃饱喝毒了 还有什么可干 所以我就 就是说 来教会 很多时候特别複赖 就是说 也不是说 作为一个要求 就是说 就跟 就学来讲 就是说 像一个客人一样 来了 大家一块儿聊两遍 然后就回家了 然后这 一个星期什么也 不会想 那个圣经也 不会去看 只是说 自己在做 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可能会感到 有问心有愧 只是这样 后来 为什么能够改变呢 我觉得一个 主要原因就是说 那时候 就是王健新牧师和师母 他们那时候 就是说 非常积极的工作 他们都有全职日工作 然后呢 他还每礼拜三 我记得 就是说 抽出碗 就去我们家 去教我 就是说 专门是 给我和齐敏 还有可能 一两个兄弟准备 就是说 上 上这个 拜博三 就是说 专门上特 然后 就这大概 有一年的时间 然后 这个年过 然后 就是说 齐敏就受洗 我就觉得 这个 对我推动很大 你看这样 就是说 我想 有时候我想 在教会 参与工作 也是你必须得先 得自己的太太 能够 幸福才行 要不然你自己一家子都没法做表率作用 那你去传教 或者说 你去想说服别人那个可能太难了 对 对 你在家里 你发脾气 或者说 你想干什么 他马上就能看见你 这个 这个没法隐藏 对 然后 这是一个主要的动力 然后第二个动力 我就是 那时候 去 后来就是 建新 王建新牧师的时候 我们就一直都一块去 艾文家的小组 然后 那时候就觉得 就是说 艾文的 给我的 给我的 榜样的东西很重要 因为 就是说 他也是非常成功的 这个 business man 然后呢 就是说 每天 像他们家一个小组 然后还得 要帮助别的小组 可能还有各种 教育 所以我就觉得 给我一个 就是好像他除了 这个 工作以外 或者工作出差以外 反正每天 都有 都得在教会的事工上 就是说 忙碌 所以我当时觉得 我太奔心有愧了 我每天都在这个 健身房子里待着 所以我就 慢慢的 想 向艾文他们 学习 就是说 也能够 花多多的时间 在教会的事工 后来就说 正好有一个机会 就 开放我们 就在 就在 转抽的小组 开始 就大开始 thank you